那个各位中午好啊 我是纽约市官方导游员 王尹啊 做我们这行的啊 他有可能不一定啊 非得在这纽约市啊 进行这个导游工作 有的时候啊 比如说这个团啊 在费城啊 在波士顿啊 在特区啊 还在其他地方啊 你啊就得开车啊 跟着司机师傅啊 带着这个团 或者空车呢 你就呢 得去其他地方接客人 或者把客人呢 得送到其他城市 那咱们说一句话呢 那最可怕 我们最害怕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堵车 其实呢 你如果赶上每天都一样 你如果赶上上下班 再加上这个地儿 交通地段的这个 咱们说交通流量比较大 肯定有的地儿 在您住的那个城市 或者那个地区 它肯定有一个桥 堵得特别厉害 你是最讨厌 最讨厌那个桥的 而在我们纽约市 就有这么几座桥 可以说是非常讨厌 因为它在上下班 高峰期的时间 是非常堵车的 不堵你个一个小时 它那个桥 它不让你过去 今天说的这个桥呢 就是位于我们纽约市 皇后区和布鲁克林之间 在2782高速公路向西 经过34出口 它就是整个纽约 最堵的桥之一 那说到这个桥呢 就是非常有意思了 这个桥呢 是建于我们的皇后区 法拉圣就打皇后区 当然皇后区还有其他的地方 皇后区呢 和这个布鲁克林的交接处 你听呢 有时候你坐这个小巴车 你去这个 咱们说呢 这个 咱们说麦哈顿的 这个唐人街办事 或者说呢 你听有人那聊 那个调度就问了司机 喂喂喂 你哪呢 你哪呢 我到了 我到了 我那个287啊 我287啊 向东 日本桥 日本桥 我堵日本桥上了 在日本桥上了 下不来 现在啊 堵车 说了半天呢 就是这个桥 这个桥呢 被这个皇后区的很多华人 习惯性的听作 日本桥 为什么叫日本桥 不是因为它边上有樱花树 也不是它上面挂了两把日本刀 插着日本小国旗 主要的原因是它的名字 这个呢 就是它的名字了 可能这个名字乍一看呢 确实是有点像这个日语的英语化的 这么一个解释 可是呢 其实呢 这个错误呢 已经被华人社区呢 错误的引用了 将近咱们说 快有三四十年了 那这个桥的名字到底该怎么读呢 它不是日本桥 它读作呢 Tadeus Tadeus Kostrushku 什么呢 就是塔德乌石 科斯楚 科斯库桥 听着像这个日本人 其实他不是日本人 所以说呢 这个地儿呢 并不是什么日本桥 和日本 和日本是一谋关系都没有 但其实呢 跟这个波兰有关系 因为这个人的名字 塔斯库 初思科 就是这个人 这个桥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那中间你说的 老祥 这到底是我塔又弄啥了 您就听我慢慢讲 咱们现在先去那个桥 去看一眼 到底有多堵车 我们去看一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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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